8月14號星期天 在客家一名野文化節活動 你看看現場有很多的客家文章的產品在那邊銷售 還有很多客家的伴手禮 你看看很多的遊客啦 還有很多的客家鄉親 一年一度都來台北市來參加這個活動 等火11點鐘 我們新北市市長朱立仁朱市長 也會挑點檔來經過這邊 記得等會11點鐘的時候 會來這邊挑點檔 你看在這個太陽那麼大的天氣 新北市長朱立仁朱立仁挑點檔 也非常的辛苦 做這個市長非常的不好做 客家節辦的活動是可圈可點 非常的成功 而且非常被記者也非常的禮遇 有不懂的我們問他他都會回答給我們 跟這個金發局的非常不一樣 而且也都會拿點小禮品 這時候給記者 記者都很高興 都是全程的報導 雖然不收費用 但是我們賺點小錢嘛 小東西啊就很開心啊 不求什麼 現在已經是殘障還求什麼 然後回饋社會 把我們知道的人 教導給我們的新聞 最起碼本人也快的報導 將近11年的新聞 快報導 今年的11月11號 是我們報導 已經十週年慶的慶賀活動 我們是2006年1月23號 創康 但是慶賀活動 就像百貨公司的週年慶在年底 11月11號 舉辦週年慶的活動 希望大家統統捧場 統統來支持 記者燕國龍兼社長 非常非常的感謝你的支持